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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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疫情過了 但面對城市入面的各種環境污染 其實空氣淨化依然重要 而為了令到用家隨時隨地都呼吸到清新的空氣 Dyson最近推出了一隻具有空氣清新功能的降噪耳機 Dyson Song 作為Dyson的新產品 我想大家對於它空氣淨化的能力都不用太擔心 但它始終都是一隻藍牙耳機 任質及使用體驗才是重點 而它在這兩方面的表現又是怎樣呢? 今集我們會同大家一齊來試試這隻空氣淨化耳機 在開始之前 先多謝一直支持我們的朋友 還未訂閱的就快點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再按旁邊的鐘 首先在外型設計方面 Dyson可以說是相當有創意 它們先在頭帶式耳機的基礎上面 再加多個馬達 就是用左右兩邊來入風 然後在前面再加多個面罩來出風 用來實現過濾空氣和淨化的功能 類似的想法之前從來都沒有出現過 而這個這麼沾身的設計 再配合金屬外殼和膠位 亦都令到Dyson Zone看上去很有質感 十足十一套科幻電影入面的未來科技產品 不過亦都是因為這樣 這隻耳機都有595g 是市面上比較重的耳機 好在Dyson在頭帶這三個位置 加了一個很厚的cushion 而耳罩亦都用了比較柔軟的物料 所以戴上耳機都頗舒服 不會說很夾頭又或者哪一個位置 感覺特別受力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跟機送的收納盒都頗有心思 它用了領鍵來開散 而不是常見的拉鍊 雖然這個只是一個很小的改動 但實際用來就方便很多 操作方面 耳機左右兩邊各有一個實體鍵 左手邊這個鍵就是用來負責出風涼 而右邊這個蘑菇掣上下撥就是交大小聲 左右撥就是轉歌 按下去就是pause了首歌 整個操作都頗直觀簡單易 另外Dyson Song一樣都可以調整EQ 只要下載Dyson這個APP就可以了 而且用家在裏面還可以監測到實時空氣質素和噪音的情況 外形設計和操作就講完了 但講到尾Dyson都是一隻耳機 音質、降噪和通話效果才是重點 所以撇除空氣淨化這個feature 去給大家看看這隻耳機在這幾方面的表現 看看官方資料 耳機用了Dyson自家定制的40mm 16 Ohm 鋁合金單元 頻率範圍由6Hz到21,000Hz 在這裏我們就拿AirPods Pro Max出來錄音 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過要留意 因為音樂隔了幾層的過濾 才去到大家的耳朵 所以錄音和真實聽感都會有些出入 Kaibear軍ド beh言 Kaibear軍人 接著就來到ANC的部分 Dyson Zone一共有11個咪 當中有8個用來消除背景的噪音 為了模擬日常的情況 我們就下街去讓大家看看它的降噪和通透模式的效果 作詞開買回店 另外我們都再試多了兩隻官方定價是二、三千元的頭戴式耳機 感覺Dyson Zone的包圍感都不錯 低頻的量感亦足夠 之後我們就試完大家都好在意的通話質素 我們現在用AirPod Max去連接iPhone 13部那段聲音訊息 大家覺得它的收音表現是怎樣呢? 最後我們就再講Dyson Zone這個空氣淨化功能 其實跟機送這個面罩是以磁吸方式去駁耳機 所以用家在有需要的時候先拿它來裝上去都不會好餓 我自己亦都到街上試過 第一個感覺就是它比起口罩舒服很多 因為面罩不會碰到你的臉之餘 又會不斷噴新鮮空氣出來 所以它帶上去完全不會覺得焦 亦都不怕它會整化妝 而最好的就是只要將面罩拉下來 耳機就懂得自動暫停播歌和出風 方便你去跟其他人說話 而在過濾效能方面 我想大家都不需要太擔心 因為它配備靜電活性碳濾網 過濾到99%小至PM0.1的微粒和致敏原 亦都可以吸收城市的煙霧和二氧化氮等等的氣體 所以我在馬路試用的時候 都聞不到任何的廢氣味 至於續航力方面 只是播歌可以用到50小時 如果開了空氣淨化功能 就可以用到4小時 最後我們就給大家看 Daisonsone的詳細規格表 總結來說這個這麼創新的產品 在各方面都真的做得不錯 可以隨時隨地有清新的空氣之餘 亦都有不錯的音質 在市場上可以說是唯一的選擇 你們又怎樣看這一部Daisonsone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我們很快會有新片跟大家見面 所以記得訂閱Price YouTube Channel 再按旁邊的鐘 拜拜